您好,感谢您对爱丽的关注 接下来给大家讲述由我公司研发生产的 AI-G9G8手键丽尼 首先说一下在一起的组成部分 主机一台 充电器一个 数据线一根 转接头三个 如果是500英米以上 配四个转接头 产品使用说明书一份 产品蒙克症 及保修卡一份 单手键丽尼的主要特点 一高低度高分辨率 采样速度快 全屏显示 二采用高低度扭矩传感器 具有扭矩方向显示 三上下线设定 红绿指示灯 及风鸣器声光暴定等 四三种单位相互转换 可供选择 五实时公职 自动公职 三种模式可随意切换 NJ扭矩班手简单一个适用场合 扭矩班手简单一主要是用来简单 扭矩班手 主要简单书写是扭矩班手 预置是扭矩班手 及各种设计能力 引紧力的仪器和产品 广泛用于电器制造 机械制造 汽车进攻 和专业科研检测行业 下面我着重介绍一下 NJ扭矩班手简单一的操作方法 首先说一下按键说明 一 开关机键 电源开关用来开机和关机 二 打印键 用于配有带打印机的仪器 按下此键打印出 仪器内部保存的测量数据 无打印功能的机子除外 三 设置键 用户在测量模式时 可通过此键进入设置菜单 四 查看键 在测量模式时 通过此键可查看储存的测量数据 再按一次则返回测量模式 五 向上键 在用户设置界面 按此键可上下修改设置项 在参数设置时 按此键可以在当前位进行数据修改 在查看界面 按此键可以查看上一个数据 六 向下键 在用户设置界面 按此键可以向下修改设置项 在参数设置时 按此键可以按位移动来选择要修改的位数 在查看界面 按此键可以查看下一个数据 七 峰值键 用来切换10 峰值自动峰值三种测量模式 八 保存键 用来保存测量的数据 九 单位键 用来切换牛米 千克厘米 磅 英分三种单位 10 至零件 在实施测量时 按此键可以修正零点 在峰值和自动峰值时 按此键可以清除峰值 恢复到零点 在查看界面时 按此键三次可以删除所有的测试记录 在用户设置界面 按此键不保存数据 最会上一批界面 下者介绍扭居扒手的减定 一个使用方法 与检测扭力扒手为例 一 按开机键开机 二 选用合适的接头 将被测扭力扒手 与仪器的成立自方筒相连接 然后加载装置 一致扭力扒手的减定度 四 调节高度 使扭力扒手处于水平状态 五 按峰值键 选择合适的客量模式 六 按单位键 选择合适的客量单位 七 旋动手轮 发记录数据 也可按保存键 将测量数据保存 测量结束 注意事项 一 请勿超复合使用 以免损坏仪器 二 请使用本仪器配搭的充电器 三 注意日常的保养工作 保持仪器各部件清洁 四 仪器出现故障 请及时联系厂家 请勿擅自拆卸修理 以上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有其他疑问 请按屏幕上的电话联系我们 谢谢 再次感谢对安逸的支持 谢谢 谢谢 谢谢